大家好 很開心今天可以在這裡和你們分享 特別是你們都是我們的新力軍 我們護理的新力軍 很開心 我自己都是護士來的 今天我就 麻煩我的PowerPoint 今天我就會和大家分享這個agenda的 大概六個範疇 第七個範疇是summary來的 謝謝 好了 我們進正題了 我們講安享晚年 我也想大家一起去理解 很簡單 其實現在我們全球或者再小一點 去到我們香港現在的人口的年齡 或者是長者的情況去到哪裡 好不好 好了 麻煩下一張 全球其實去到今天為止 就差不多有7300個million的人口 好 而project到還有十多年 2030年就會去到8500個million 這麼多人口 麻煩 而那個aging有什麼情況呢 那個人口老化 其實基本上就在developed country 就是一些先進國家 或者已經進步了的國家 其實差不多有三分一的人口是大過60歲以上 換句話說 大過60歲以上的人口 是每三個人裡面有一個就是 麻煩 那什麼叫aging呢 原來aging有一個定義的 就是如果那個地方 65歲以上的人口 是多過7% 又或者60歲以上的人口 又或者60歲以上的人口多過10% 又或者60歲以上的人口多過10% 而是大過我們的生育率 那個地方我們就稱它已經進入了一個老齡化的地方了 老齡社會 那香港其實就正是了 麻煩 可以下一張麻煩 那究竟一個長者 或者一個過了65歲 開始可能要退休 面對退休 會面對著一些什麼情況呢 退休大家都明白了 退休開始就沒有糧出 那當然如果有一些工 可以有的我們叫做食牆糧 或者好像香港有一個MPF 都是有一點點保障的 不過不知道大家同學仔 知不知道其實MPF就非常不穩定 一來好像股市市場一跌 那些MPF又少了 根本就可能炸都沒有了 再加上現在香港這麼多基建 一下子說不夠錢用 可能會動用MPF的存款 所以那個退休金其實都是一個關注來的 對於一個退休的人士 另外呢 其實一個人開始 年紀一路一路大 有很多的身體的問題 行動的問題 還有他處理一些的日常 自己生活的小節都可以開始有問題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一般是怎樣的? 一般出來做事 是不是? 我們可能上班有工人幫我們 處理所有家頭的事務 又或者呢 如果我們是一個男士來的 我一向都有我太太幫我 打理我的東西的 又或者有些太太 一向有先生 或者有其他人幫她打理的東西 但是一下子她 不做工了 她退休了 又或者她已經 在年屆過了65歲 再大一點的時候 開始發覺自己 原來很多事情不懂做 很多事情呢 就 原來以前沒有做過 那就會開始 在心理上面 都會有不同的反應 要去面對 還有呢 她可能 因為身體的問題 她要找一些適合的 可以照顧到她的地方 還有她由於 一向我做事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一不做事 所以原來有很多的心理 和生理的因素 影響到 會有一些的病 就出來了 那他們就開始發覺 我要找一些的 醫護的地方 一些Healthcare的服務給自己 那再進一步 可能去到 八九十歲 七十幾八十歲 就開始要面對一個 叫做end of life的準備 究竟我們人生 去到最後階段 我們有沒有東西要準備呢 那所以 對一個長者 一路一路去老化 其實有很多 很多的考慮 很多的要面對 那現在香港的情況 又是怎麼樣呢 我們看一下 可以出了另外一個圖 對了對了 剛剛Winnie也有提過 我們香港呢 很厲害 追過日本的 其實 一向日本就是排第一的 那個老化 其實香港在追上來了 香港 甚至乎呢 去到2040年 其實很快 2030年我就到了 現在我們都2023年了 香港的人口老化 要超越 要超越日本的了 麻煩下一張 我們2021年有個統計 全香港年齡 大過65歲的 我們叫長者 真不好意思 65歲 其實都不是很老的 已經有多過140萬的 65歲以上的朋友 但是原來 還差十幾年 17年左右 我沒有記錯了 現在2023年 還有17年左右 就差不多雙倍了 過了240萬 是會大過65歲以上 謝謝 可以下一張 所以其實香港要面對這個情況 不單止是老化的那個長者 自己要去面對 全個香港其實都是 面對著一個老化的現象 我剛才說過 每三個人當中 有一個那個全球的 好像我們看回現在 2023年的情況是怎樣 原來每五個人裏面 有一個就是65歲以上 但是再過了十幾年 每三個人裏面 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 因為生育率也是低的 其實現在香港是不斷面對 年輕人的人數 是少過 我們65歲以上的長者的情況 所以其實當中 除了長者要面對 他再看他的家庭的情況 很多的問題 會出現出來 不夠年輕人去供養父母 父母又會擔心他的子女 他走了之後怎樣 所以有很多的問題出來了 麻煩下一張 好了 我們在香港都有納稅的 究竟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做工做到65歲我退休 或者是早些60歲退休 有些甚至55歲退休 我有些什麼福利呢 原來香港呢 都有一些福利的 就給所有市民都可以申請的 那就是一個叫做長者生果金 那就是一個叫做長者生果金 另一個就叫做長者高額的生果金 另外呢還有因為我們香港 特別是我們上一代的父母 就很喜歡回國內 有些就會 差不多叫做移左民去廣東 有些去福建那裡住 所以香港政府的社會福利處 他都給去了廣東或者福建那裡住 暫時只在這個兩個地方 都可以申請這兩類的生果金 那這兩類的生果金 究竟有些什麼的要求呢 那就其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一個叫做綜合社會保障 那個就有很多要求的 甚至乎是需要的長者 是沒有什麼 沒有入息的必然 是他沒有什麼財產的 那我們今天就不講那樣 我們都講一些比較正常的長者 正常的退休人士 那我們可以看看下一張有什麼要求 其實你說合理也好 你說不合理也好 都是我們自己去判斷 原來那個要求 最主要我們要是65歲以上 所以如果60歲退休的 都是沒有得享受這個福利 所謂福利 其實遲些你們看看都不是很福利 那就要在香港的市民 那叫做香港的resident 就是起碼要連續住了七年以上的 在香港永久居民 那就可以申請的了 那就去回你住那個區 的一個叫做社會保障部 那填上一個form 那就可以了 不過就有底下了 底下就有講到 這個生果金 和高額生果金的要求 那要求你呢 每個月那個入息 如果單一個人 可能就是他沒有結婚 或者結婚 不過另一半不在 就不可以多過一萬零四百三十塊 一對夫婦呢 就一萬五千八百零十塊 以他的資產是怎樣呢 所謂的資產呢 就是他的戶口有多少錢 如果他有屋 一定就沒有資格拿了 那他的資產 就是他的銀行 打保仔有多少錢呢 就是三十七萬四千塊 不可以多過這個額 多過呢 又沒得拿了 那夫婦就是五十六萬八千元 那高額呢 其實我要講一講了 其實那個生果金 是一千多元的 如果我沒有記住 一千五百多元 是不多的 但是呢 你就要 fulfill 了他的要求 你銀行的戶口 不可以多過三十七萬 如果想拿那個高額呢 就要更加嚴一些了 除了每月那個收入 他的收入 就不包括你的子女 給錢你買東西吃那些的 那可能 我還是六十五歲 或者七十歲之前 我還有 好好精力 我去做一點點兼職 你就一定要 不可以多過這個收入 一萬零四百三十元這個收入 那兩夫婦都說出去做兼職 就更加不可以多過一萬五千八百一十元 那如果想拿高額的呢 銀行的戶口還幣 不可以多過十六萬三千元一個人 如果是夫婦呢 又是更加少 不可以多過二十四萬七千元 那都欺負人拿的 那就可以拿到三千幾元一個人 三千八百幾元 這個就是我們 暫時香港人僅有的福利 不過還要 fulfill 到那些要求 好 麻煩下一張 那你說我除了知道 原來我們一到六十五歲 我可以申請那些生果金 不過我可能那些錢呢 就不可以多過那個鴨之外 原來呢 社會福利署都有一些服務 正如我剛才說 如果我們身體開始有些的毛病 那我們都需要少少的護理服務 或者去玩一下東西 不要說只是要護理 那有些什麼地方呢 原來社會福利署都有的 很便宜的 那就是有兩種服務的 一種就是社區的照顧服務 另一種就是住宿服務 那我們可以聽下下一張 那下一張也是提及我們 我們暫時僅有的這些服務 就是一個社區和住宿 那社區服務裡面 又分了什麼範疇呢 顧名思義LW Day Center 就是日間中心 日間中心呢 就有個特色 就是它去玩的 我們快了點了 不要緊 我們停下這個slide 這間中心呢 就是LW Day Center 就沒有個care字的 換句話說它去玩 就沒有護理的 所以如果你需要人家幫你量一下血壓 可能要派賣藥給你吃 這些就對不起了 去那個day center就不對的 去參加一些興趣班活動的 那剛才好像這個slide還有另一個 不要緊 我們去這個 就是LW Day Care Center 顧名思義多了個care字呢 當中那個center就會有 未必是有護士 不過呢 會有保健員 有些都會請一個護士的 就走幾個center 另外呢 會有PT 或者PTA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physio 物理治療師 那些 就真的會有一些的 日間護理給它們了 所以呢 如果有一些的 行動是好的 行動 我要強調 行動不差的 才可以去 行動差呢 我就要介紹另一樣的了 可以用這些day care center 有一些的護理 或者是一些的治療給它 那剛才中間這張 就是講的OT OCU的治療 另外左右那些 都是大肌肉的訓練 就會是PT的訓練 另外都會 護士是主要的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保健員 最基本的 另外護士就是都 跟它少許的 就是不跟多 它那個 那個一向有些糖尿病 血壓高 都會給它一些的意見 有些Health Talk 給到的 好 麻煩下一張 這個呢 這個呢 綜合家居照顧 Integrated Home Care Services 那家居照顧 當然是上去她的家 因為呢 有些長者呢 他們未必有這個能力 每天可以走到中心了 那就需要人家上去送飯 好像中間那個呢 其實物理治療師 真的是治療師 就是一個禮拜可能去一次 或者兩個禮拜去一次 其餘呢 那個禮拜可能有多一次 或者兩次 就是那個assistant去的了 就會幫他做一些的 大肌肉訓練 另外呢 有些甚至乎幫他做清潔 都會的 是視乎你到時 你需要什麼的服務 好 跟著那一張 麻煩 還有呢 這個家居照顧服務呢 還可以是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送飯 還可以呢 跟他去行銀行啊 或者是陪他去看醫生 有一個陪診服務的 甚至乎他說 我要去飛合發電 是可以有這個服務 就找人陪他去的 還有什麼是respect呢 就是斬託了 原來我整個禮拜 整個禮拜都 家裡不可以來照顧到我的 幫不到我的 可以申請一種叫斬託服務 斬託呢 就是去住宿的 那這個 在香港仍然有這件事的 好了 那我們去到另一個範疇呢 現在香港政府呢 就除了社區照顧 還有一個就是住宿照顧 residential care 那因為呢 我自己就在這一行 差不多28年呢 那我就那個蝙蝠會大一點 還有在我自己來說 我認識老人的一個範疇呢 我覺得到最終呢 其實那個住宿服務 是非常之重要 我想同學自己都可以想一下 一個走得走得的 當然沒所謂啦 就可以住回自己的家裡了 對不對 或者是那些子女 跟子女一起住也可以 你說家裡太不夠大了 那也都有能力 可以有一間房子給他 有一個工人照顧都可以 但是去到某個階段 當那個長者身體狀況 變得比較差呢 其實有一間中心是幫不了他 上門的服務呢 因為只是上門 放下那些飯餐就走的了 做物理治療 就是做完物理治療就走 也都不會天天去 其實這些服務 也都去到一個 比較我們叫frail 身體狀況差的情況 其實都是用不了的 我們去到前一個slide 不好意思 是的 那我給大家一些資料 其實到了今天 雖然這個資料 就是去到上年12月的 全港狗呢 就有768間的院舍 那當中呢 是住在7萬4千幾個老人家 但是呢 仍然去到今年3月 有3萬5千個長者在排隊 需要接受這個住宿服務 那住宿來講呢 其實在香港分了一個 就是資助的 subvented 另一個就是私營 而輪候的時間 這裡很清楚給大家 如果輪候政府的 要42個月 輪候買位服務 就是8個月 如果身體狀況較差的輪候 要去到23個月 那些是nursing home的劇 好 可以去下一張 好 下一張 謝謝 究竟是什麼機構 去提供這些服務給我們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下一張 謝謝 那當然是有NGO NGO就是資助的了 那些是NGO 大家可能都不會認識的了 這裡呢 講不完 但是呢 大部分你們都認識的了 聖工會啦 明愛啦 聖雅各覆盆會啦 東華三院啦 博愛啦 很多很多你們講得出的保糧局啦 這些都是屬於NGO 我們叫做 政府 其實我們一般叫政府 其實他們就不是政府 是 怎麼說呢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機構 但是其實呢 以往都是拿著99.9%的政府資助的 但是呢 在2000年開始呢 就是做了一個 Lumson grant 給他們一筆錢去經營的了 而除了剛才我們講的 有NGO啦 還有兩間院 就不是under社會福利署 就是under衛生署的 就是這兩間Lumson 現在全港很多年了 都是只有這兩間 是under衛生署的 一間就是零食的 施勞道 護養院 另一間是 防勞會的護養院 那香港還有一種院舍 除了剛才我講的 NGO開的院舍 就是我們說資助 或者政府院之外 還有一種叫做合約院舍 去到今天為止 就有36間這些合約院舍 就是由2001年開始 政府就把很多的屋邨 屋邨底下的幾層 就拿來做一個投標形式 就給不同的 我們可以停在這個slide的 我想說那個contract home 合約院舍 其實由NGO可以投標 私營機構都可以投標 這個遊戲規則就是這樣的 去到今天 不是大部分都是NGO的 初初一向都是NGO才能投標 而他們那個要求 也都比一般NGO的院舍 是為高的 好 我們去另一個slide 好 那究竟我們有700多間院舍 是剛才Mirenda Mirenda就說了 是由NGO和由私營去提供 那究竟哪一個是最大的supplier 提供服務者呢 在這裡我們看不看到 其實是私營的 我們看一下情況是怎樣 768間院舍裡面 有601間都是私營機構經營的院舍 換句話說 其實整個我們說 有30萬多老人家住的 大部分都是在私營院那裡 所以如果私營院的質素 是很影響到長者的服務 好 下一張 就是正正這個原因 那政府怎樣去監管呢 我們看一下 謝謝 下一張 謝謝 下一張 對了 其實政府都很厲害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老人家 都是住在私營院舍那裡 所以政府它一定要做些事情 以致保障老人家得到那個服務質素 那政府它從1996年開始 就出了一些叫做實務守則 一個code of practice 就無論你是私營還是政府院 就是NGO院都要去守的 都要跟著這個實務守則 code of practice去做的 另外呢 我們剛才好像還沒說的 現在說了 1998年開始有一種叫做買位 買位的方式 但是買位都是入住私營院的 而是政府給錢買了一些的位 在私營院那裡 就可以令到排隊 等候去政府院那條隊 就快一點去舒緩了 所以政府就要對某些 參加這個買位計劃的私營院 就有一些更加嚴苛的監管 以致可以有個質素保證 而買位那裡就分了甲1和甲2 就是A1或者A2 去到今天為止 其實total的買位院是171間 171間裡面有114間都是甲1 而57間是甲2的 我們看下一張 好 大家看這個slic 知道我們如果申請公共屋邨 每個人均面積是多少 在這裡知道 是不可以少過7個平方米 是不是 那我們看一下如果院舍 政府剛才那個code of practice 的要求是多少 原來呢 牌照簿發給所有院舍呢 他們那個人均面積呢 就是開院舍 最低是6.5 我們坐牢啊 在牢倉那裡的人均面積是多少 是7 所以其實這個人均面積的要求 做院舍已經是out的了 過了市的了 因為要求太低了 所以接下來可能都是一兩年之間的市 就會改的了 因為是2019年已經 留意到這個的人均面積太少了 6.5 那就開始是修改 不過未曾推出 就將會去回9.5 所以無論你是經營什麼院舍 你都要去到9.5的了 人均面積 好 麻煩下一張 好 剛才我提過了 因為為了舒緩那條牌隊的隊 去申請政府院 政府社會處就搞了一件叫做買位院舍 那買位院舍 剛才我說了 人均面積就沒有6.5那麼低的 那個要求是高一點的 而買位分了甲1甲2 就是A1和A2 甲1的要求是去到9.5 就正正我剛才說了 接下來那個牌照要求 其實都會提升回到9.5的了 所以到時可能買位也會再提升了 那現時仍然還有57間的甲2 只是8個square meter 這個人均面積而已 換句話說 甲1的要求是高過甲2的 那另外甲1軟舍還有其他的要求 我們看一下另一張slide 沒錯 甲1的軟舍其實是需要我們有護士的 還有要有物理治療師 這個是最基本的 有沒有社工那些呢 就除每一間軟舍自己的要求 而甲2是不需要有護士 最多是保健員 而那個人手比例都是大很多的 換句話說 一個保健員可能是照顧30個老人家 所以如果我們自己家裡有老人家 我們需要去找私營院社 我們要多一點點知識 去問他們的人手比例 你有沒有護士 還是你只有保健員 那在私營院社來說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那私營院社呢 因為它都需要生存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 要隨便去任何一間私營院社去參觀 那個硬件應該都不太差的 而他們在私營界別裡面 他們在做什麼呢 就是一個叫做merging 和acquisition 買了別人 吃了別人 就去壯大自己 所以開始就是很多間軟舍自己合併 成為一間幾百人的軟舍 那個成本什麼都可以 比起它幾十人一間 那它就很多東西要自己揹 所以它們開始很多merging 和acquisition 那另外呢 還有是上市 那我遲一步呢 那些slice都有告訴他們 原來軟舍都有上市 那另外呢 私營軟舍呢 都很踴躍去參加買位的 因為當你參加了買位 政府就是你的客 那政府會買 因應你那個quality呢 最多可以買你70%的床 換句話說 如果你有一百張呢 政府可以買到你70張床 都是政府的 所以這個呢 都很受一些私營軟的歡迎 不過 它就一定要 復興了政府的要求 那另一種就是 剛才我說的 contract home 都是對於私營軟舍 是一個incentive來的 你做得好 你在投標那裡 可以勝過一些NGO 你就可以拿到合約軟舍了 那這些都是一些合約軟舍 是比較出名的 他們還有一些質素的 可以出來了 這上面的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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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可以去另一張slide 麻煩你 好 那說回我很早前呢 我都說 當一個長者其實 她去到某一個年紀呢 就算她走得走得 其實在香港來講呢 因為住屋實在太小了 特別如果她家裡的子女 結了婚 接著生了子女 可能就是生了一些孫子 不夠住 所以可能就需要 其實要找軟舍 所以在一些私營軟來講 他們做軟舍 還有另一個方針的 就是當租屋 租屋給老人家 其實一個老人家 就算她很有錢 她自己住一間屋 或者是請工人 那個屋都要 maintenance 是不是 又要交雜費 管理費 水電煤 還有哪一道漏水 哪一道要維修 她不做 她都要找人幫她做 或者要叫工人幫她 或者她要麻煩子女去幫她搞 所以這個形成了一門生意 就在私營軟社界別那裡 就做好像租屋給人 不過是租一間房 多數 正正好像我們看到 很多私營軟都會做一些套房 又或者就算不套房 做單人房 但是他們的護理就講明 不可以太多護理 我們只可以給你派藥 定時派藥 和這個糧血壓 一個禮拜碳也沒有問題的 有少少的物理治療 如果你要做多些物理治療 我們就要請物理治療師 再計你錢的 其實很多私營軟 都是在做這類的服務 是有限度的服務 其實某程度都是好的 因為都舒緩到 香港真是很擠迫 不夠地方住 但是也給了老人家他們安心 剛才上一個鏡頭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 不是單人房的私營軟的做法 就是剛才一格格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是的 其實很多 我這樣講 差不多至少七成 香港的私營軟 是在做這些一格格的 又好像有些privacy 是不是 不會說要和人開放一個大房 一格一格 那又不用太貴 經營那個不用太貴 因為那個冷氣開兩步 已經全院都可以share 冷氣燈 都是 不過很吵的 我要告訴大家 住這些一格格的 私隱是ok的 不過是很吵 如果有一個有少少Dementia 或者是有少少行為的問題 或者是怎樣會吵呢 整間院都吵完了 如果有這些氣味 整間院都是那些氣味 所以有好有不好 不過價錢一定是便宜的 那除了我剛才講的那些方針 買位的方針 或者是做contract home 原來有一些大的發展商 他們都看準了這個住宿服務 就是老人院的服務 就進了這個market 甚至乎有一個大型的發展商 地產發展商 他在幾年前 就在全港九那裡 買了10間院 所以他很快就可以有10間院 不用自己慢慢開院 裝修都不用了 買了existen的院 那就去經營 那其實不同的地產商 都有加入這個行列 起碼現在香港 有3至4個地產商 都是進軍了在做老人院那裡 那因為真的有這個需要 那其實都是好事來的 因為如果大家都有心做 做好一點 硬件又漂亮一點 請多些 好像我們將來讀完書的同學 你們都去護士 多些護士出來做是好事來的 那不過其實他們 另有一個服務的方向 或者是發展方向 就是要進軍國內 特別是這個豬三港 所以呢 就在香港那裡做了先 做得好了 他們用這個模式 就會去國內那裡繼續發展 那現在我們看到 剛剛這個slide 就在講一些大發展商 跟一些NGO合作 他們就多數是在新界西北區 就開一些很大型的院舍 好像剛剛那個slide 是1400張床的一間院舍 那其實醫院來講 如果講北區 北區都將會發展 北區醫院 大家知道多少張床啊 是600張床 所以接下來的NGO 和地產商發展的項目 是比醫院大大 不過是一間homes 一間residential home 另外呢 就是做一個high end的 所謂high end就是做高檔 只是給得起錢的香港市民去住的 那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始終都是有不同的類別 可以提供給不同要求的香港市民去用的 好了 這裡就有剛才很美的 剛剛那個slide很美的那裡 一些房間的價錢 可以給大家去分享一下 那如果單人房 大家都看到了 三萬多到五萬多都有的 那個 好 另一張 麻煩 這個呢 是另一個私營的機構 它還上了市 這個 都是做high end 那其實我也是想給大家了解 其實現在在香港來講 提供院社服務 因為大部分都是私營機構 而私營機構的方向呢 有一些 不是全部都是去了high end的 所以好像我們現在在座的professor 你們將來可以有得想的 有很多high end的 那個硬件是好很多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給中門的去住 那當然可能就 就是沒有得比較的 那真是一分錢一分貨的 但是都五花八門 可以有不同類型的市民 可以因應大家的能力 和要求去選 那這一間院是最新的 現在在香港 剛才說了就是在屯門的 最新是好像很北歐的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參觀一下 好了我講完那個服務提供之後 我們想回去就是 其實長者對於未來 或者現在我退休了 或者我去到七十多歲 其實我對於自己 將要去住院 我有什麼的顧慮呢 那其實在長者來講 他會有很多的煩惱 首先他可能要和他的家人 或者和他的朋友 特別就是 要告訴別人 我去住老人院 有些會覺得很尷尬 會覺得接受不了 甚至有些我不喜歡 和陌生人相處 而且我接受不了 我照顧不了自己 另外就覺得 我好像坐牢那樣 被人困著 有很多不同的心理障礙 所以 同學們你們 這麼早開始去讀你們的護理 我們都很希望可以把老人服務 給了你們知道 其實當我們去接觸長者的時候 是可以有不同的 perspective 去給他們認識的 正正剛才我剛才介紹的那些屋 我現在都是這樣介紹給那些老人家 就是當租屋 你租一間套房 或者租一間單人房 有人煮飯給你吃 你不用想每天吃什麼 又不用你去管理工人 又不用你交水電煤 那些槍流水 打風流水 又不用你去理 廁所壞了又不用你來 你要用不同的角度去 去開始教育 我們的長者 家裡的老公、房公啊 甚至乎我們自己 當我們去面對這個退休 或者面對將來我們那個老 自己老了就會很容易一些 其實我全都會覺得 我將來都會真的找個院子去住 不過的我會建議 當你走呢 거죠 很久去找 因為你的心理上面 完全要由現在我們準備了 之後我們在找好的院舍 我還走一走 我開店住在那裡 熟悉那裡的照顧員 變成當你是很愉快 要人們完全傳護你的時候 你也信得過那些人會怎麼照顧你 而且已經建立了一份感情 這個人我自己做院舍 這麼久 我的心得 Anyway 現在給大家認識 希望我們可以教育我們現在 面對我們現在周遭的長者 那我將來就直接給自己 很感謝麥先生和我們的分享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參加者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暫時我就未見到 Chatbox那裡有一些Q&A的問題 如果大家聽完有什麼 可以保留在留言那裡留言給我們 如果大家暫時都沒有問題 都可以在我們現在版面上 連我的Q&A都很歡迎大家 在我們的問點那裡 給我們一些意見 讓我們將來再搞的時候 可以再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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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